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我未試過一次做評論 做到這麼加速的 全日都是一些 心臟 心臟加速的事情 一單給一單加速 現在去到嚴毅夢報告 嚴毅夢報告剛剛出了 當然它裏面很多內容極具技術性 涉及遺傳基因密碼 就算我們以前跟開沙士新聞 都對這些有概念 那時候學得很辛苦 你看著那堆東西 都覺得你也要有時間消化 因為那些又涉及基因 什麼蛋白 蛋白扮一些什麼角色 那些什麼 就是為什麼它是一個人工合成病毒 不是一個自然染進的病毒 就是一個過程 它還沒有錯過什麼 為什麼可以跳步 這些東西 那裡很簡單 那裡留給科學家 但是嚴毅夢報告有兩點 我覺得 這個證明了一件事 就是這個報告是很厲害的 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伺服器的報告一出 沒來就已經被DDOS 你這麼早DDOS來做什麼 就是你很害怕有人 進行報告的內容 那誰會做DDOS 這個就很清楚 這是真的中國人所謂 因為這些學術的作用 即是預刷一些學術的作用 當然還沒有經過專業評論 但我相信很多科學家都會馬上去印證這些 始終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那我就會問一件事 為什麼你要馬上去DDOS 為什麼你不去反駁 究竟當中有什麼科學的問題 或者科學的確實力的問題 這個可以看到 中國真是心虛 心虛得很厲害 我沒見過這樣 一開始二話不說 就說我吃了別人的伺服器 我真的沒見過這件事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警號 就是究竟中國是否真的 涉及這些武肺上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我覺得至少最低限度 是應該給嚴毅夢的報告 得到一個公開學術上的討論 現在一開始就是 這個預印證還未夠幾個小時 意圖DOS阻止人的接觸 那你這件事 就算嚴毅夢的報告 我看不明白 我都猜到你想怎樣 為什麼你這麼怕嚴毅夢報告 其實之前的五毛 不斷人格謀殺嚴毅夢 我已經覺得很不同 嚴毅夢不是一般人 起我眼中 他好稱自己做什麼 你現在看到就是 他帶了所有他在香港大學做的科學研究證據 我相信過了去美國 要不然他不會繼續完成那份報告 而且報告哪個資金 我覺得其實也有目共睹 只不過就是 如果你說沒有學術機構的情況之下 就借著郭文貴那件事 就是班農那件事來做 我覺得是無可厚非的 我不喜歡郭文貴 我不喜歡郭文貴 我對郭文貴有很多保留都好 這次他是做得對的 我只能給嚴毅夢發表報告 這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沒有學術機構敢收他 也沒有人直接說 這是美國CDC 這個不行的 會教的 做白手套是沒有辦法的 這是公平交易的 這是第一 第二 這次嚴毅夢這份報告不是一個作者 這次是四個作者 四個都是PhD 這個反映了什麼 第二就是嚴毅夢根本帶了一隊人走 我相信 這是一個 就是Operation Paperclip以來最重要的一次 將一隊科學家帶到美國的一次行動 為什麼 Operation Paperclip就是 就是當年美國將納粹德國的一些科學家帶走的行動 令納粹德國的科學家沒有落入蘇聯手上 而Operation Paperclip最大的成果 就是帶走V2火箭的發明 這個也是日後太陽神計劃的阿波羅計劃的功臣 其實是德國人 他在後期才歸化成為美國籍 所以是V2火箭和阿波羅火箭的創作者 都是同一班人 我告訴你 這次是另一次Operation Paperclip 在我眼中 他這次就將很多 我想 我想是研究這個武肺問題裡面 香港大學裡面的一些科學家 看不過眼全部帶走 是中國科學家 所以這個Puzzle才看得出來 這也是為何嚴毅夢可以很肯定 亦都願意發表一份運動的原因 他是帶一對人走 你看到四個人 這件事不簡單 這件事是很大的事 我告訴你 那四個人 將科學證據 特別的DNA sequence 列出來 你看不看得明白一回事 至少這件事是認真的 你真的要做一份這樣的Paper 不是說一時三刻 隨便可以做 而且一定是要有P3實驗室的 才可以做 因為你知道那些全部是危險物品 所以我相信 有部份研究成果是香港大學所做的 有部份是在美國完成的 所以我說美國政府應該是有份的 美國軍方可能有份 CIA可能有份 這件事 有些人說 你需要不需要美國驗證 你這麼清楚 你研究究究竟甚麼 阿哥 那些是病毒 高危病毒 阿哥 你自己研究 你搞不清楚 你自己也死去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 這份論文 美國政府證明 我告訴你 這份論文隨時美國政府有份 隨時是美國軍方有份 CIA有份 有甚麼奇怪的 他研究究甚麼危險物品 那些不是一般危險物品 你說的是BioHazard 是 你研究BioHazard 你覺得 嚴小姐和他對人 四條有個球條 可以究竟 可以研究 一對BioHazard 有些RNA 有效果 你真實 你這樣也想到甚麼事 好了 最後一件事 我覺得已經證明了 這個論文 是川普的知情 嚴毅夢 發表這份報告之前 他和奧德 他和郭文貴 和班農一行人 去見川普的私人 律師 亦都是前偶業市長 朱利瓦尼 911那陣子的 911那陣子 我想問 你已經去到 看到川普的私人律師 的時候 還要拍照的時候 你覺得發生了甚麼事 你覺得朱利瓦尼可以 隨便見人嗎 這個報告是已經去到 最後 給朱利瓦尼看 在法律上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收拾東西才出門 我告訴你 川普是知道 這份報告發生了甚麼事 你這件事就很清楚 川普和班農有甚麼關係 我不知道 問題就是 我都挺肯定 川普對這份報告 就肯定很有興趣 所以你今晚整件事 你現在很清楚 就是嚴毅夢報告 是很堅謠的 這個不是由科學角度 科學角度是怎樣去討論 我希望科學界 大家進去實驗室 認真去做一個專業評論 我覺得科學的東西 是可以實驗的 這個世界是可以實驗的 或者可能對疫苗 或疫苗是有用的 你知道那些法治病機制 你知道它關鍵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做疫苗 對嗎 這個也是對人類的好似 但我覺得 這件事最大的嚴毅夢事件 我叫嚴毅夢報告 將會是一個很震撼的報告 就是 這個是直指中國 這個是人造病毒 是不是要有意志 是進行一個病毒 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這個至少 有一個科學的證明 這是一個人造病毒 這是中國政府做的 是否是病毒 不知道 它可能是一個 本來是一個人造病毒 可能是想驗證某些事情 去驗證一件事情 有時候 你會做一些人造病毒 去驗證某些事情 都是正常的 老實說 不是不正常的 這個科學 如果你用一個DDOS的方法去回應 我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已經全部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覺得是沒有其他的答案可言 我覺得是很簡單的事情 這一宗是一宗 中國政府必須負責 而且證據非常之清楚 這次證據是很充分的 我現在看見 當然嚴藝夢會不會 表達他的書 就是透過Zoom 或者學術界 我覺得是值得期待的 如果有人做這件事 當然如果你說 用Zoom、Skype 去做一個學生的表演 我覺得這個表演 都會是一個 保安的一個重大挑戰 因為中國一定會吃 因為以往的人都會覺得 郭文貴那些人是吹嘴的 我到現在都可能是郭文貴 但嚴藝夢就不是吹嘴 嚴藝夢是嚴重的 他真心相信這些事情是危險 而且他覺得這件事 真的超X的問題 然後他就主動出擊 家人都不要 什麼事都不要 他就過來美國 他交代這件事 他就是作為一個科學家責任 就算要跟郭文貴合作 我不管他信不信 他在告訴你 總之就是報告出來才說 救了人才說 這個是很正常科學家的方法 我現在就想知道 究竟現在中政府會怎麼應 這就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香港大學 這是香港的 你知道這些事情 對香港人很危險 我想問香港大學這班人 你明知這麽牙煙的事情 你跟中國政府蛇鼠一鍋 cover up這件事 現在就害死了這麽X多人 我告訴你 你這班有過得去的 即是香港大學之名千年度幸 一隱招喪 我告訴你 即是香港大學的學者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人家的論文就發生了出來 究竟是寫這份論文去反擊嚴毅夢 還是人格謀殺嚴毅夢 你不要說我效忠張祥 張祥就是人渣 一個張祥一個國章 不用說 如果最後真的查出 這個是證據 而最後確認 這個是biological attack 李國章和張祥 死十次都不夠 死刑都便宜了你 你真是偶倫堡審判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 Massive Biological attack 死這麽多人 而且攻擊到美國本土 不特地而且是 Totally change the economic of the world 你想怎樣這群人 你現在搞出這樣的大頭髮 究竟這群人是否國不國 這個我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我覺得更大的 當然就是 好了 你現在是biological attack 已經可以確認 一個biological attack 或者是人造病毒 真是證據很充分 第一 第一中國政府一定要賠錢 這個不用說 全世界要問他賠 第二就是 如果中國政府不肯賠錢 又甚麼差都不是做 我想問是否準備好 要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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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八國緣軍 我覺得這次闖下大禍 不是一般的大禍 這次真是 這次真是 玩出一個大頭髮 這次不是一般的大頭髮 這次是超級大的大頭髮 阿哥 你不是說普通的東西 你現在是說 一群人濫用基因編輯技術 把病毒砌來砌 砌積木病毒出來 然後放在人世間 我說是意外還是軍方 軍事行動 意外已經很難看 但你做了危險十年 你不讓人知道就算 你讓人知道 你現在是洋藥 你究竟那些實驗室 你的安全設施 當然為甚麼你拆了人家 法國人的安全設施 我覺得這件事也夠 P4實驗室不是給你這樣用 所以我想這件事 是一件很震撼的事件 我覺得這次研毅夢 這個報告是很震撼的 震撼到我想我自己都覺得 我只是說了幾件事 他帶了一對人 帶了很多科學的證據 美國政府知情 這些事我覺得已經不夠了 這不是武俠小說的情節 這是全部是合理的推斷 表面的證據已經齊了 他們的合理推斷很清楚 相反就是現在中國 你還要怎樣 你現在要找這麼多Hacker DDOS 我老實說 講得難聽一點 你這群Hacker 幫我證明到這件事 這件事是真的 我相信 我相信 因為那個伺服器是歐洲看的 所以我相信歐洲會 我不知道歐洲是甚麼 CNN 我相信會看一些IP 發生了甚麼事 還有歐中峰會 幾天 嚴厲夢出一份報告 如果全世界的媒體報道 或者美國報道 如果美國跟進 你都很難 不作出回應 而且這幾天會發酵 嚴厲夢報告 我可以說 因為這份報告很技術性 很承認 當然他不是故意寫到去看不明白 他是做了很多真實的科學研究 即是DNA的 那些是不能騙人的 我告訴你 沒有可能騙人的 沒有可能作的 那些全部有 有引述 有甚麼的 他是一個 我看基本學術論文 我看的架式 就知道 這是一個嚴謹的學術論文 他是根據正式的 學術研究的方法去做 只不過是經費 如果香港政府不給 就不要緊 經費應該是屬於 郭文貴給 因為郭文貴 如果美國政府 就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暗中給 我就不理 就是朱利亞 我覺得很多事情是知情的 你去到這個時候 我想如果中國政府 不回應這份報告 或者用一些人生攻擊的方法 去回應這份報告 就是五毛 這支很多五毛做事 就像我說十二義士那些片 很多五毛 或者說中國火箭那些片 就很多五毛的人生攻擊的 那些 基本上 我都說明 五毛是一個 都不會給 我一元都不會給你 你想想 如果當初 我回應這份報告幾日後 你拿來做證據的話 我想 其實中國 回應不到 中國回應不到 發爛爪的時候 你就知道什麼後果 所以我想 去到嚴魅夢報告這一刻 其實它加速已經加速到一個 這個 我都不知道如何應用 真的加速了 現在真的加速 這是一個重大的加速事件 大家可以去想 如果真是嚴魅夢報告 你是不是應該來香港大學 我覺得很有疑問 因為 學術聲譽是很臭的 中國的學術界 今次一拋清袋 你之前抄襲的東西都不算 你今次是 惹出一個世紀大頭髮 這個大頭髮不是一般的大頭髮 這個大頭髮是 你知道今次死了多少人 造成多少經濟損失 造成多少人 沒有人命傷亡 沒有人命傷亡 我覺得很多人的生活 因此而改變 很多人的幸運 全部都改變了 究竟 搞出這個病毒那班人 自己有沒有想過 你會這麼嚴重 而現在還蓋起來的人 我覺得你還好意思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看完嚴魅夢報告 我不懂驗證 我希望有些有良心的科學家 去驗證一下 但這份報告說的話 是真是假的 但如果這份報告說的話 是真是假的 那我覺得 其實 國際組織如果不處理中國的話 你最後就逼特朗普 維持正義 你知道他逼特朗普 維持正義的結果是甚麼 特朗普如果真的要為這些 現代珍珠港事件的死傷者 報仇 你知道甚麼結果 其實這個結果很容易 一看就知道 所以我想 從今天開始 今天我做的四條都是家族新聞 光束主義 我記得 而《藝夢報告》是整個光束主義 變成一個重要的步驟 這是一個 沒有回歸點 現在是回歸點 我們已經回不了頭了 因為有人真的找了數 不是像之前郭文貴說的那些 完全由途吹到惡腳 現在不是 現在是一份真正的報告給我看 一份嚴謹的 嚴重的 實力的報告給我看 那時候 我想大家應該有心理準備 這世界美國幾個月有很重大的改變 半年也好 一年也好 香港將會有重大的改變 大家其實有一個風眼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世界一切正常的話 不好意思 外面的世界一點都不一樣 這件事 我相信 我相信可能 嚴重的報告 如果她說一些是真的 會最終 令到 治療 或者預防 疫苗 這個方法 是有希望的 但是問題就是 有靡謀還是有疫苗 有希望還是有希望 數是要找的 我也不覺得中國的疫苗 會 令到它可以在外交上 有任何得著 因為老實說 如果中國真的有心 搞疫苗 一早就做了 我覺得這件事很簡單的 就是嚴厲夢 講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給大家聽 當然疫苗是一盤大生意 不用說 我覺得歐美也不會 讓你中國 任意押索 更何況 你現在這樣的玩法 我想嚴厲夢 如果真的這件事是真的 她揭發的話 我覺得她不是那個 諾貝爾醫學獎 她是那個 諾貝爾和平獎 認證的 因為她是 為了維持這個 阻止人們 淹湧這個心化武器 作出 在科學上重大的貢獻 我覺得這個 諾貝爾和平獎 她都值得 我覺得美國三年的 諾貝爾和平獎 已經排好 特朗普香港人 和嚴厲夢 三個 我覺得 可以排除我 其實不用想 諾貝爾維如會 不用再想 要避免誰 如果報告可以爭 今晚講到這裡 明早繼續加重 神經病 這個世界